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4月5日就蔡英文过境窜美并会见美众院议长麦卡锡发表谈话 发言人表示 美国会众院议长麦卡锡同蔡高调会见 美方官员国会议员同其接触 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违背美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抗议坚决反对 将对美方错误举动做出坚定有力回应 发言人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部分 理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蔡英文赴美过境是假 谋求突破宣传台独是真 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勾连美方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破坏和平统一前景 挤压和平统一空间 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上的重大障碍 发言人表示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切实将美总统拜登多次所作承诺落实到此处 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统一历史大事不可为 美国劳工部统计局4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4月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为22.8万人 超过预期的20万 这也是该数据连续第9周超过20万 另一方面 就业咨询公司Challenge Green and Christmas 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 3月 美国雇主宣布的裁员总数为89,703人 较上月增长15% 预计未来将有更多裁员 数据显示 第一季度美国雇主宣布裁员27,0416人 较去年同期的55,696人增长396% 为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最高单季数字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4月5日宣布 以FBI为首的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 在内的15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联合执法机构 摧毁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暗网市场 Genesis Market 在17个国家逮捕了约120人 这个暗网市场从全球150万台电脑中 盗窃了超过8000万个用户数据 包括网上银行 Facebook 亚马逊 PayPal和Netflix等服务的密码 以及数字指纹 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这些数据 通过欺骗受害者的设备 来绕过在线安全检查 英国国家犯罪局表示 该暗网出售的被盗数据 最低的卖0.7美元 最高可达数百美元 具体取决于可用的被盗数据 他们出售的个人数据 包括账户登录 密码 缓存 搜索历史和自动填写表格数据 除此以外 此暗网使用比特币来支付 避免了执法部门的追踪 美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周三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 此次行动是对经营 或使用这些犯罪市场的 网络犯罪分子发出的警告 作为今年3月10日 沙伊北京对话的后续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普杜拉西洋 4月6日在北京举行会晤 这是两国外长7年多来的首次正式会晤 并签署一项协议 就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并相互在对方重开使领馆的细节 安排达成一致意见 向和解迈出重要的一步 在中国积极的斡旋下 中国沙特和伊朗三国 3月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 沙特和伊朗达成双边协议 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 在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 互派大使 此外沙特和伊朗还同意重启两国间的航班 并恢复官方和民间互访 经过冰封的2022年后 香港楼市加快复苏 香港土地注册处近日发布的楼鱼买卖数据显示 今年3月 香港楼鱼买卖合约数目和金额为8599宗和688.77亿元 按年上升124.6%和97.7% 其中登记综数创20个月新高 自两地通关以来 香港地产业复苏明显 1月 楼鱼买卖合约达4427宗和324.95亿元 按月增加24.2%和25.6% 2月为5980宗和438.08亿元 按月增加35.1%和34.8% 年一季度 香港楼鱼买卖约1.9万宗 交易额超过1450亿元 按季均大幅上升超过六成 交易数目也创下自2022年第二季后 三个季度的新高 到院翻误 quemت用 said 香港楼杯约超过三个季度 achZZ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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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